我想今天就是针对的就是我们在去年央行对于这个CPI的一个多次上修的一个原因来跟总裁做一个讨教 那在这个2023年其实前年的CPI年增率已经是到了这是这15年来的第二高 那我们从主计总处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了2023年前年度CPI的年增率已经到了2.5% 那今年的二页率的CPI其实年增率也来到了3.08% 那在这里要请教总裁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2023这个CPI的一个增加是这么高呢 它可能存在的原因你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个那个CPI的一个上升 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的CPI在2023年是2.5没有错 2.49后来这个主计总处修改为2.49 对那在2022年的时候呢是2.972.95是那那表示说2023年呢是有下降下来 对那它下降下来主要的因素呢主要的还是在服务类 外食啦肉类还有服务类服务类就是那个刚好就是说我们 主要在服务业是不是因为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 是是是疫情它放宽了以后 你看看我们到国外去的啦还有就是那个整个的餐饮业啦 这些都很都很都的成长力都很高 所以呢它带动了还包括你的 你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旅游啦 住宿啦这些啊都是很非常热络的 那我们从央行的新闻稿里头我们去看得出来就是说 你们在就是整个那个CPI的一个年增率的一个预测里头有 你们已经有注意到就是近期的民生物价一直在上涨 尤其你也提到了疫乐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那这个价格高涨 况且它已经是超乎我们的一个疫情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就是气候变迁啦还是禽流感啦 这些食物类 那这个食指的一个总薪资一直在下跌 那定存利率赶不上通膨 那民众的钱变少了变薄了 其实你真正的你面临到的是一个食指的负利率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整个的 特别是制造业它整个薪资下跌 为什么因为国外的需求下降 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制造业的那个薪资就下下来 服务业还好 服务业还是 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富的 但是呢我们到今年来看的话呢 我们要说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今年2024年的经济成长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我们经济成长 为什么会比较好呢 因为就是说 全球的一个出口会复苏 我们出口复苏了以后呢 我们投资会增加 我们去年的投资呢是是负的 今年会增的 我们出口增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出口如果是增成长的话呢 我们的投资也会增成长 那而且我们的consumption 我们的消费呢 这个部分呢 我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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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个整个这个联动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理解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的定存利率就是1.56 那可是你的通膨这么的严重 那你没有办法 如果说央行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就是我们实际上老百姓的一个 那个体温上的一个通膨 那怎么办呢 钱确实是变薄了 他明硬产生出来了 我我我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今年的通膨会下来 这个今年的通膨会下来 只是下来的幅度大小而已 那我们的经济成长 可是你刚又讲了 你说全世界其实景气是变好的 我们我们台湾是会比较好 台湾会比较好 会受全世界的影响 我们受全世界的影响稍微会 因为今年我们的出口会好 因为这个出口好 主要的就是说 出口是那个整个的 整个的那个贸易贸易量 会成长的 总裁你有看到 这个欧美央行 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升息了 那已经拉到近10年的一个高点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最大的挑战 就是在物价延高于 因为他那个时候 现在大家的 这一个整个物价是在高于 就是这个疫情 前面也造成了很多的一个民怨 那如果我们的通膨问题 如果再加上 就是在未来的电汇的调整 然后就是说 我们的一些那个看病的 那个医疗会用的一个调整 那央行应该是要更积极的 从民众的角度去看待 就是通膨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就是考虑到 就是货币的一个政策做调整 我跟委员报告 我刚刚也回答其他委员的一个质询 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一次 礼监事会的时候 我们会很严肃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严肃的考虑 就是说其实在货币的一个政策 你也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吗 这个就是说要严肃的 这个也是一个工具之一 也是一个政策之一 那所以我要请教你 今年的通膨力 你的目标设定在哪里 我们的通膨目标 如果说以目前我们1.89 我们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是用1.89 但是呢 就是说今年4月份会调上这个电价 那我们会把这个电价的这个作用 它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会考虑进去 所以这样的话呢 恐怕我们必须要上修我们的通膨力 对你会上修通膨力 可能会 可能 我就说可能 因为实质的互利率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你也看到了这一个问题 所以你一定就是说 你要透过你的货币政策 还是种种的一个 甚至就是说 从银行里头 去收钱回来的这些政策 去调整 这个市场 你必须要机动性的调整 是不是这样子呢 委员讲的很有道理 有道理 好 那你的信用管制有用吗 信用管制当然有用 有用 可是你的房价还是一直在涨 但是委员 我信用管制 他所针对的不是 不是房价 不是房价 不是 我们 专案一样法里面 我们的经营目标里面 没有房价的这个问题 我们呢 我们你看看 我们是金融稳定 在这个全世界就是说 你们的通膨里头 你们一直没有把房价纳进来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最大的一个空间 但是房租有 房租有 可是房价没有 房价没有 因为全球央行的利率政策 他没有是要针对房价的 这都是要通膨的 总裁在这里我也是要跟你提醒 就是说全台湾百分之八十的人 其实都是有第一栋房子的 可是你还是受限在百分之二十这些 手带还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是没有房子的 那如果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政策 我们来看这个通膨 那我们一直用这样子保守的一个政策 来看整体的总体经济 那我们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民燃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想是这样 你手上的工具最多 我也不一定 不一定是中央 所以这个才会就是说 政府才会推出健全房屋 健全房屋方案 那这个健全房屋方案里面是好几个部位 在里面 中央营党只是其中之一 那中央营党的职责呢 我们就是避免你的 你的房地产泡沫化 而导致影响到你的这个金融的稳定 这是中央营党的一个职责 是我想这个在下一页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总裁你在讲的 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 不管是财政部 就是还是我们的央行 其实对总体的一个经济 都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主控力 跟影响力 可是房价没有如一起的回稳 反而是一直在上涨 刚才在上一页的一个资料里头 我们就看到了新一环屋 他特别讲到的Q3Q4 其实房价还是会持续的上涨 那甚至就是说 你这个这个是2023年 就是去年的 你在六月宣布管制以后 房子还是跟着涨 所以显然就是说 光是央行的一个努力 还是不够 就是说要整个联动的一个进来 那如果你收回流动性的一个 譬如说我可以从这个银行里头 去做那个总量的一个管制 我把货币做总量的一个管制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子会有一个积极的 这个抑制 我想银行的流动性 基本上都被我们说了 它的流动性都被我们说了 都被我们说了 多余的流动性都被我们说了 都给你收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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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好谢谢总裁 谢谢 在这里本席要要求 就是继续的观察 就是通膨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把民生的感受 纳入了一个考量 好谢谢 还有你要適时的改变 现有的货币政策 那对房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现象 你要评估是不是 可以用信用管制以外的 货币政策手段 来抑制这个房价快速的一个上涨 是 那我希望一个月以后 提供给本席一个这样的报告 好 谢谢董事长 谢谢